很兴奋现在 我可以提早看到 Samsung的新机们 Galaxy Z4 5跟Z Flip 5 我来了 登登 这个就是Samsung最新出的 Galaxy Z Flip 5 这个影片我就整理了 四个重点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它最新升级 首先第一点就是外屏啦 有没有觉得整个就是不一样了 之前你们一直complaint Galaxy Z Flip 4 它没有改变 Samsung是听到的 这次它直接从1.9吋的一个外屏 换成了3.4吋的外屏 而且留意到那个shape嘛 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出啊 就是电脑里面你们平常看到 那个文件夹型 它现在真的是变成这样子 主要是为了避开这个镜头的位置 所以它才做成这个形状了 而且它的镜头的位置啦 也从之前是打直的 现在变成打痕了啦 打开内屏的话 跟上一代一啊 1块6.7吋FHD Plus Apple X120s的屏幕啦 Samsung屏幕一向来都没有话讲的啦 纤热度 饱和度 细细度 都是一绝 So 它这次的外屏呢 不叫做Cover Screen了啦 人家改名了 现在叫做Flex Window 那它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呢 Ok 我们现在就直接 上手看看它可以做到什么 那这样大的外屏可以做什么呢 比起像之前这样子 只可以看一下热力啊 天气啊 它的功能多了很多啦 比如说网友滑 哇 全屏的一个天气 可以晃下滑 哇 你看 哇 可以看到几个东西哦 然后再一个 这边就是各种Apps啦 比如说可以直接看地图 Samsungway Velocity Direction OK In 200m 它就可以开始导航 然后你接下来就是一直看着外屏 跟着走就对了 还有 可以直接在外屏看YouTube啦 它看影片的方式是这样子 依然是16.9 我们现在试看它可不可以这样转 是不能的 经过研究之后 各位 我发现有一个小秘密 其实它是可以Rotate的 因为刚才我demo是这样子直直 没有办法转嘛 对不对 它只要detect到你是准备要放在桌子上面 看seat的时候 它就可以转过来了 OK 就是一个给你看seat的Mode 但现在我就可以直接like comment等等 你看它直接出一个fullkeyboard出来的 它不需要你再打开的 直接我们可以在那边打 另外它的fullkeyboard也支持whatsapp跟vechat啦 我还可以拍照哦 whatsapp直接拍照 然后发送出去 所以我们刚才这样子滑 要滑到第四面才可以找到这些Apps啦 其实是不用这样麻烦的啦 我两个手指这样子pinch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跳到这一面 或者是跳到这一面 你们自己喜欢的 而且如果你不要这个东西在第四面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 然后去setting那边调 OK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Apps搬上去 搬第一个 第一个就会是Apps啦 左边滑咧 这边是可以看到你的notification 然后上面滑下来就是各种setting啦 比如说airplay mode这一键就可以按得到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不够完善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WiFi的话 我expect我常按它是会跳到一个WiFi的页面啦 但是它没有 它就只能开根关 另外呢外屏Wallpaper这次有加了很多batter 比如说这一款动物的 它除了default的狗之外呢 你可以放猫啊 放兔子 甚至是放你自己的样子啦 然后可以换颜色 换肩变tone啦 自定义Wallpaper就好了啦 也可以一次过你做好几款Wallpaper 随着心情看当天你要换哪一个 就换哪一个咯 第二个重点 全新的角链 之前咯 你们一直讲哦 Galaxy Z Flip它的那个缝隙太大是不是 是吧 第一世代了哦 你看 你看它一直coflate 一直coflate 它现在给你做到直接是没有缝隙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Samsung一直在用着那个叫做U型角链 那U型角链的坏处就是它中间的缝隙会特别大 那这次它换了一个叫做水滴型角链 虽然它的成本比较高 它的零件结构也是比较复杂 但是好处在于它对柔性瓶的那个弯曲的压力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可以很好地做到 密合这件东西了 可以哦 可以得着啦 最折痕严不严重呢 老实讲 换了水滴型角链之后折痕是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的 只是它没有上一代那么明显 我个人是接受得到了啦 试下悬停效果讲解 先来一个高难度的45度 诶 蛮稳的还不错 再下一点大概30度 哎呀就不能了啦 但是一般折叠手机能悬停到45度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啦 那再继续往上到90度都是一路没有问题的 接近180度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往下掉也是属于正常啦 那第三点呢就是拍照这回事啦 这次两个camera一个就是12MP的超广角 另外一个就是12MP的主色 有OS光学防抖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实测一下拍照给你看啦 Flip手机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拍照真的是非常容易 我完全是不需要靠人家 我们女生也可以自己给自己拍照 进入拍照模式 只要我们手往右滑动就可以去photo 再往右就可以去到portrait 这次跟以前Samsung Z Flip 4有点不同的 就是你看我可以完完全全的 看完整个的我一个全fullscreen的感觉 photo模式的时候我只要按下 我这边是可以调timer啦 ratio 比如说我要不要点一下就拍照 或者是不要 所以setting比以前更多了 然后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就可以控制到 我不需要点了之后 然后它叫我打开我才可以操作 一切东西都在外屏可以实行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flip phone 应该要有的样子对不对 在portrait模式下其实还可以调有不同的灯光 比如说黑白啦 这次有新增了这个可以调节不同的色调 比如natural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warm是一个暖色系的 可能相机里面看不太出 但是我肉眼看的话 其实有一点差别 这个比较黄一点 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可以直接看gallery 我拍了照片 我直接就可以打开来看 登登 然后可以favorite 可以delete 全部都不需要打开手机就可以做到了 它现在用你两个手指就可以 看什么 嘿嘿,变广角了 而且这个广角真的是很广一样 123度的超广角 其他的好处包括 我现在直接这样打开 我就可以多角度的放在 你看像桌子这边 然后我就自己给自己拍照 另外还有就是 我可以在人家把我拍照 但是我可以自己看到我自己 这个大外瓶真的很棒 我完完全全入环境了 我终于不用像以前Z Flip 4这样子哦 这样子小小的就在下面 很可怜的这样子 我现在可以看完我整个人 另外还有一个小神节 就在Flex Mode这个功能上面 非常好用 它就是在你日常 平时可能看戏听歌的时候 它可以多了一个快捷功能 直接在下面操作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开在YouTube 然后我熬一半 它就变成了一个Touchpad的样子 你看 哎哟 滑鼠了 那第二个就是Screenshot 然后我可以直接上下屏这样子同时间Edit 你画 然后全家一幅 然后这个呢第三个 是把Notification Bar拉下来 反正它这个功能呢 就是让你在下半部分 都可以完成你日常的操作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分屏啦 很忙哦我 不要看video 不要拍照 有啦我就可以开看谁的网红的照片 会是它跟你的那部牌子 哦可以哦 我以为你讲你要点赞 那其实配置电池跟上一代一样还是3700毫安 配上一个万年的25W快充 那电池没有升级不用紧 最重要处理器有升啊嘛 那ZK5来到了 Step Dragon 8 Gen 2了啦 是目前Android界最新的一款处理器 所以性能也是没有得谈 第四个重点就是新颜色啦 先给人看看哦 本来就有的是黑色 然后这个是白色啦 卖的很火的紫色啦 今年重头戏就是这个啦 Mini Color薄荷青啦 它整个青色叻真的是很温柔很温柔 浅浅的青 但是我发现叻 Samsung一向来的色调啦 都是偏Baby Color的 很百搭那种 整个就是非常温柔 它不会很鲜艳的那种色系来的 来一次过 我拿到很丑 有一个配件我一定要讲的就是这一个 NFC可变色Casing 这个是我改的名字啦 但是它特别的点哦 在于它现在是紫色嘛是不是 我只要戴了上去之后 我的Wallpaper会从原本这个变成紫色的 只要我一靠近 它就会出现这个Flip Suit Case Content Apply 然后变成了紫色 可爱真的是紫色 除了紫色还有一个蓝色的 Magic 所以目前这个NFC变色就只有蓝色跟紫色 它可能后期会引进更多颜色也说不定啦 然后其他叻还有这种 Rubble的 好像那种Ring这样子的 可以给你这样的勾着的 然后这样的再出门那种类型 OK所以Galaxy Z Flip 5的快速上手就到这边了 因为时间有限量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深入的去给大家去测评 等吃点我们拿到手机之后 我们就认真的Review给你们看 那价钱是多少咧 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发布呢 大家快点看发布会 好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